陈观林遭报爱上酒店儿子无辜卷入纠纷。满手伤痕问了才发现。 陈观林遭报爱上酒店儿子无辜卷入纠纷。满手伤痕问了才发现。 台湾男星陈观林,曾演出电影和多部快智人口的本土剧,尤其近期在《一家人》。 中的精湛演技,更是受到很多人的好评,熟料日前他却被另一名演员,曾经演过。 大伟卢曼的陈光潜爆料,说他爱上酒店却不付账,甚至老婆靠注卖家佛牌。 谋取暴力。原本陈观林一笑置之,没想到儿子却遭殃。 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,陈光潜日前在脸书开直播,爆料陈观林让酒店欠钱不还。 。 被公司高层要求支付10万元账款后,却急欠一年多才还清,甚至爆料他老婆常常。 去采购超便宜的佛牌,却扬称是高级品卖出,更夸张的是,还说他们夫妻不可。 和小三两女共事一夫,对老婆动辄打骂,让外界看了超傻眼。 消息传输后,陈观林的老婆谢欣怡就抱气回应,认为对方都在胡扯,和钱东家的。 。 恩怨却言烧到他们这,扬言提告,至于老公则笑笑表示,觉得这一切太扯了。 。 并没有多做回应,没想到当天晚上儿子回家后。 图片来源,苹果日报。 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陈观林被卷入负面新闻后,已经去拜拜改运,走在路上。 。 。 还有很多人会主动安慰他,你怎么可能是这种人,拜托你一定要加油。 。 让他相当欣慰,熟料儿子前几天回家时,他问孩子有没有被爸爸的。 负面新闻影响,儿子看着他笑着说没事,没想到手上竟然有抓痕。 。 。 图片来源,忠实电子报。 。 。 虽然儿子说,只是跟同学玩的时候抓到的,但他一边擦药一边流泪,暗自希望。 。 。 这不是霸凌造成的,更愤怒表示,陈光贤在直播中说为了妈妈才道歉。 。 那我也有家人,我还有孩子,认为自己孩子很无辜遭受这样的待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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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趣来时激动直呼,救救我孩子吧。 让人看了相当不舍。 。 陈光明表示,原本跟老婆说,希望给对方一次机会,熟料对方却在直播中再度枪声。 。 让他们决定提告。 不管大人的世界怎么样,都不该牵扯到孩子啊。 真是太可恶了。